美国佛罗里达劳德戴尔堡好莱坞国际机场 星期五下午枪声大作 一名身穿星际大战T恤的20多岁男子 在第二行煞行李区领取行李后 突然拿出枪上膛 向在场乘客疯狂扫射 五人躲避不及中枪 一命呜呼 目击者指出正当枪手重新上膛时 即使赶到的警方立即开枪击中凶手 不过警方随后召开记者会澄清 枪手毫发无伤 并已移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 警方在枪手身上搜出军诊证 这时他是26岁的圣地亚哥 曾在伊拉克战场服役 根据他的家人 枪手患有精神问题 就在这起枪击案发生一个半小时后 现场逐渐恢复平静 不料这时再有枪声响起 机场和飞机跑道上的大批乘客 在警方指挥下 慌张逃命 恐慌情绪再度高涨 截至目前为止 警方还没有公布第二次枪响的任何资讯 而警方初步调查认为 没有证据显示 圣地亚哥与恐怖袭击有关